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组件下面好打开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上面就是它的一个结构啊我们去删除一些啊 然后呢我们留其中的一个啊我们给它加上注释好OK然后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下它的数据接口好在我们这个影片当中的数据接口在这里啊其实它也只需要一个程式的这个ID 嗯那打开我们的接口来看一下好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有一个cinemus啊然后返回的就是我们的影院的信息啊 当然这个影院呢它返回的条数比较多啊可能是20条数据啊好这里呢我们的数据并没有做分页的处理 其实呢我们呃后台呢可以做一个分页啊这样的话加一些配置这样的字段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下拉加载更多的这样的效果啊好那这里呢咱就先不去困扰这样的功能了啊咱们主要来看一下怎么把这一块数据给它渲染到我们的影院这一块啊 好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还是先采用呃呃 然后呢,在这里,this.exe,然后get.in 好,紧接着呢,我们去把这个地址写一下,好,靠一下,然后渲染到这个位置上,接着呢,我们还是一样的,先定一,点亮。 然后做异乎判断,msg等于ok,好,这时候呢,我们拿到我们的这个movis啊,来进行一个复制,return,这个应该是我们的cinema的这个, 这个数据啊,不是movis啊,好,最后在这里呢,我们创建一个cinema list等于空数组,然后在复制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去写啊, 然后等于is.data下的data的,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值是什么啊,cinema,好,复制,ok,当我们这个值汇取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渲染了,好,我们把这一块儿拷一下, 然后粘贴,好,v-for,atmin,印刷,cinema list,好,然后加上k属性,那这里嘛,那我们看一眼,它的这个UV一标识,就是这个id啊, 然后把id写到这里,好,然后下面呢,就是我们要替换的啊,第一个就是影院的这个名称啊,影院名称啊,好,影院名称呢,我们看一下是item下的哪个字段啊,好,这个nm啊,嗯,ok, 然后接下来呢,是这个价格,好,我们的item下的啊,啊,sale police,啊,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址啊,我们的adress啊, 好,这个地址呢,是我们的这个adress这个字段,ok,然后接下来呢,距离我们有多远呢,这个地方, 它应该也提供了啊,这个接口,好,这边啊,ok,我们渲染一下,好,然后呢,下面呢,是小,呃,是卡片啊,我们的这个,这个,看一下结构啊, 就是我们这一块啊,这一块,这一块的话,小吃啊,什么折托卡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提示的card呢, 在哪里呢,是在我们这个tag啊,这个标签里嘛,来决定的,好, 那这里面呢,其实就是,这里面有一些标识啊,比如说, 一呢,就表示这个是有这个功能的,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啊,这个应该是退订啊,退订啊, 啊,那有这个推订的这个,啊,功能,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边有这个可以改签啊, 这个改签的操作,还有,这个就是,啊,这个,sell,就是我们的售卖,是吧, 还有我们的这个snake,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小吃啊,啊,小吃啊,好,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给他指定一些,这个,呃,指定一些什么呢,指定一些文字啊, 这个文字呢,就只能我们自己去指定了,因为他并没有,这个数据当中并没有给你指定, 这个具体,这个表示什么含义啊,这个我们自己可以跟那个产品呢,碰一下,对吧, 看一下这些都代表着什么意思啊,好,OK,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下, 这个应该我们就,sell就表示折扣卡吧,就把它表示折扣卡吧,好吧,嗯, 随便给他定一些啊,咱就知道这个意思就行,好,那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怎么去定这个文字呢,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首先先可以拿到这个整体,拿到整体这个字段, 然后呢,去,呃,进行映射啊,就是我们写这个过滤器就行了,好, 具体呢,大家看一下我的做法,呃,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一块呢,先给他去了, 然后呢,接V,因为他有很多嘛,我们现在用V-4来并列啊,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呃,就起个名字吧,啊,这个就叫Card吧, 嗯,Card,Atom,Atom, 好,然后印上我们的这个Atom的Tag,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加上一个K属性,啊,等于我们的这个Atom的Card啊, 啊,当然它是一个什么呢,现在我们这边这个数据啊, 它是一个对象啊,它并不是一个数字,那对象呢, 其实在我们的V-E当中也可以通过V-4进行一个,呃, 进行一个便利,啊,进行一个便利,所以说呢,我们这个K给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它扣起来,给它添加一个这样的参数啊,啊, 啊,第一个参数呢,其实就是值啊,我们的这个对象当中的后面的, 比如说01啊,这样的值,然后前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K属性啊, K属性,然后我们的K呢,是唯一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向上K就行了,好,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打印出来,啊,当然了,我们现在打印什么都行啊, 比如说你打印这个AtomCard啊, 当然这个应该就是一个,一个什么呢,一个Member,对吧, 它是一个数是吧,它不是一个,呃,一个具体的,一个,一个,一个对应的汉字,对吧, 所以说咱们就看一下这个Member啊,好,大家可以看到,对吧, 这边就打印出来了,好多啊,好多,好,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做一个过滤啊,就是我们把1,咱们就稍写一部分, 因为这里面每一个具体含义的话呢,咱们也不太清楚, 所以说我们就写几个啊,写几个,好,首先呢,咱们得0的这几个啊, 或者是不得1的啊,咱们都给它过滤掉啊,这几个咱就要得1的啊, 好,那这该怎么写呢,我们可以再填上我的,呃,v-if啊,来做个筛选啊, 好,这时候我们就根据Member,呃,等不等于1啊,写这样一个, v-if啊,这样一个操作,好,然后我们来看效果,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回呢,就是,嗯,就是我们其他的为0的,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些标识呢, 我们都规律掉了,我们只留剩下的这个1啊,好,OK,那留在剩下的这个1之后啊, 大家可以发现我这个编辑器呢,这个地方有一个警告啊, 这个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VUE啊, 啊,其实他官方呢,规范当中呢,是不建议我们v-for和v-if一起去写的,啊, 他其实推荐的是我们要么你把v-if呢,写到外层容器上, 然后里层是v-for,要么呢,你就把这个v-for呢, 做一个计算属性来实现这个筛选的功能,呃,当然这样都比较麻烦啊, 我这里呢,为了简单呢,我们就写这个v-if和v-for都写到这个上码啊, 先把功能先做出来,好,然后这个警告呢, 也不是特别的严重啊,它这个VUE的规范呢, 它分为三个等级啊,比较严重的呢,就是一级啊, 当然还有二级三级的啊,这个就根据规范的要求, 它划分了一下等级,咱们这个呢,应该不是很严重的一个规范问题啊, 好,就是这里呢,咱先去纠结它,然后呢,我们再来看, 那我这时候我要对用什么字呢,对吧,这个我们就可以 写一个过滤器来完成一下,这个呢,只有咱们这个影院这一块呢, 可能会用到啊,所以说我就不要写全局的这个过滤器了, 我在这写一个,呃,局部的这样一个过滤器啊, filters,好,然后我们去写一个,呃,这个format的一个card,好,这样一个方法, ok,那在这呢,我们就可以拿到我们这个,呃,member,我们的值, 好,当然我们要的是,我想一下啊,咱们要的是这个,呃,这个member是没有用的啊, 咱要的是k啊,根据k来返回对应的值啊,所以说我们应该是, 在这里呢,接收的是这个k属性啊,啊,好,然后呢,那我们在这边呢,就去,呃,写一下我们的渲染啊, 我们不要这个member了,我们在这呢,渲染这个k啊,k,好,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的k,看到吧,就这几个词啊, 啊,拿到这个k之后呢,我们去调用我们的这个format的card这个方法啊, 这个过滤器啊,这样的话,k传过来之后呢,我们在这边写一个,呃,数据结构啊,好,data, 然后咱们先把这个card,card写这吧,嗯,card就应用到这个,我们写到这里啊, 这个就是k啊,如果等于的是,我们第一个,看这边数据啊,如果等于是第一个, 啊,我们就是,嗯,可以给它一个value啊,就是我们给它一个叫改签,啊,改签, 然后呢,我们再来,啊,第二个k呢,当然这个不一定是正确的啊,大家可以自行的去搜索一下, 这个单词都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可以给出一个中文的解释,好,那这边呢, 那这个应该就是,嗯,and这个啊,应该就是一个退啊,可以退的占颜的功能, 好,然后我们这个,嗯,里面有个cell,cell的话,我们就给它一个,啊,折扣吧, 啊,折扣卡,啊,这叫折扣卡,啊,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小吃,嗯,啊,我们这里面有这个sneak,好,给了一个小吃, ok,这样好,我们写好了这个机核之后啊,我们其实这个,嗯,过滤器就好写了,对吧,我们写一个便利, 啊,当然这里面还可以扩展很多啊,我这里面就不去扩展,因为具体含义什么呢, 啊,咱不用猜究解,只要把这个,呃,模式搞懂该怎么去做就可以了,好,在这里面, 我们再做一个判断,判断一下我们这个card,下面每一个的这个key,啊, 跟我们常来的这个key是不是匹配的,如果匹配的话,我们就return这个对应的value, 好,然后如果说都没有匹配到呢,我们最好给它一个,呃,默认值啊,就是空就行了,好,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现在的效果, 好,大家一看到这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汉字出来了啊,好,这里面这个文字有点过长啊,把这一个记到下一行了, 咱们可以给它加点点啊,这个样式呢,大家自行的去调节一下,然后呢,这个颜色呢,我们也给它改一下, 一下,因为,呃,这个功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改签和退呢,我们是一个, 一个类似的功能,而这个折扣卡和小吃呢,可能是一个类似的功能,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前面颜色呢,调节一下,好, 这该怎么调呢,其实也是这边,我准备好了两个样式啊, 一个是OR,一个是,呃,这个BL,啊,BL,这两个样式呢,呃,呃,呃,这个咱们分别对应这两类就行了,好,那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做的啊, 同样呢,我在这边呢,还是一样写一个,冒号,class,对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呃,key写到这里,然后给它一个过滤器啊,这个叫class的card啊,好,起这样的名字, 同样再写一个过滤器啊,就是类似的操作吧,嗯, 然后我们把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考过来, 这样的话呢,如果说是这个单词的话呢,我们就给它一个,呃,样式,我们看一下啊, 咱们就OR吧,这是OR,然后这是, BL,啊,BL,好, OK,然后我们看一下效果,好,这边呢, 它有一个,报错啊,在keysnot,Defend啊, 好,这是我们这个key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这地方少了一个key啊, 好,我们再重新刷新一下, 好,大家看到这个颜色就改,改了,对吧,当然了,我们默认是那个小吃和那个折扣卡是这个黄色的,对吧, 呃,这个亮色的,所以说我们,呃,最好还是完美一些啊,把它改,改过来一下, 这是BL,下面是这个OR,好,OK,再保存一下,好,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呃,这个卡片这一块呢,功能呢,就算做好了,好,这样的话,我们把影院的这个数据渲染也做完了,呃,目前来看的话,我们除了详情页以外呢,我们剩余的这个,呃,这些的数据啊, 其实已经都已经真实数据接口呢,渲养到这个机面上了,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告一段落啊,做一个key的操作, 好,然后呢,我们首先第一步,先在我们的这个分支上呢,查看一下我们的,呃,现在修改的内容啊,这是我们修改的内容,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去ATT提交一下,然后呢,我们再去commit一下,好,在这里呢,我们就是,呃,呃,呃, 我们这个地方是添加了我们的,data啊,好,然后呢,我们切换到我们的这个,呃,开发分支上, 到开发分支之后呢,我们去进行mods的一个操作啊,mods一下我们的, setData 然后我们去 加上我们的 noFF 这跟我们之前做的 那个墨值操作是类似的 OK 它也需要我们输入这个 注释 我们就按摩认就行了 然后退出 好这样提交好之后呢 我们去打个log看一眼 咱们这边已经就 合了啊 合完之后呢 我们同样就处理一下 然后 那 我们再次的给它 push到原端啊 找DTV 好 这个还是很快的啊 这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项目下 有没有更新 好 回到我的这个喵喵 首页上 好 大家可以看到的 这边应该是已经提交了 版本了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 这上面的版本 这个就是我做的一些事情啊 这边都有详细的信息 好 那改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回到我这里啊 同样我们去看一下我现在的分支 这个 这个setData呢就没有用了啊 所以说我们把它删掉啊 杠地 好 然后我们setData 好 OK 删除分支之后呢 我们再次的去查看一下我们现在分支啊 好 那我们这个数据的设置呢 就到此 然后我们啊 一会儿要再看一下下面的功能该实现一些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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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